大陸江西有个老先生杀猪时 竟然在猪的胃里 滚出一坨神秘的毛球 当地老一位说 这就是传说中 价值连城 专制摆变的这块药材 猪宝 真的吗 淡顶解谜 2008年8月 江西南长 屠宰厂里的张犬水 磨刀磨磨 准备将白白胖胖的猪汁 大卸八块 怎料才刚下刀分解内脏 他突然发现 很不寻常的异状 猪的胃沉甸 触感不像柔软内脏 反倒像是硬邦邦的石头 这是张犬水 栽株二十多年前所未见 他小心翼翼 把不明物体洗干净一看 竟然是个长着毛的坏东西 我们一中红菜那里 定点屠宰有18个人 每一个人知道是什么东西 18个人全部都看了 我没个人知道 怎么猪肚子会长出个绿核色毛球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找上村里兽医 想要厌名震神 你看村里没见过 这个东西我们没见过 什么东西就不清楚 正当大伙一筹莫展之际 村里老一辈突然灵光乍现 只指这神秘毛球就是传说中 能治百病的神药珠宝 是罕见的西式奇物 从没有人见过他 真面目 动物胃里出现过的异样物体 狗有狗宝 本草纲目更记载 旅有旅宝 此外还有牛黄都可入药 有极高药用价值 但珠宝这东西就相当少见 这难道是老天会自大理 张泉水喜出望外 这时他进一步发现 出自诸度的这颗怪异毛球 竟然不会变质 而且没有异味 我以为他是活的 因为我长期放在那个宝箱里面 他没有气味 一见味都没有 这两个箭 这什么东西都会犯 这个不必犯 不仅如此 张家仁还观察到 毛球上的毛法 自有一套长法 猪毛的话 你就是把它搞一样 放的时间是 它时间长了 它自己又 就中间 往两边 分 两边它是这样悬起来的 一边一个酒窝状 这样悬起来的东西 仿佛像有生命般怪异至极 这时说巧不巧 临近村庄也发现了 疑似猪宝的一样毛球 猪堵在猪位里面 它就破一下 破了破了之后 就留这么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我一看 又像那个原来报纸上 不是登的那个 那个什么猪宝贝啊 两块猪宝从天而降 带下而知 后来吸引专家前来 试图解开谜团 猪宝 猪宝的话应该 有事应该指的是猪的一种 胆的 胆道里面的这个 相当于一个解释 让它形成一个基金 但是这个的话呢 这个在为 在一个它的成果呢 因为肯定不可能是 是这个问题 这番推论 交了张泉水 一大盆冷水 但他不愿就此放弃 要求专家科学实验 等一下里面肯定里面 比较坚持的东西 专家进一步切片化验 最后结果出炉 终于彻底敲碎 众元的猪宝之梦 一打开 其实看了就是 就是一些猪毛 或者一些鲜料啊 或者一些杂物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整天都说 这个就是猪的意识证 原来这两头毛球 根本不是什么先丹妙药 只是猪之乱吃 在肚子里 积累成的成年义务 价值不菲的西式猪宝 原来仅是无稽之谈 高泉水满心欢喜 以为天上掉下神秘大灵 最后证实只是一场空